好 老師先講一下稻草原這十字怎麼做 如果要做成一體的 意思就是十字加要一體的要怎麼辦 那我先用BOX做成一個 一根棍子 四方形的 然後呢 從兩邊要長出來嘛 就 關鍵 關鍵就只有這樣 很簡單啊 所以我們直接按右鍵喔 在這上面滑鼠按右鍵 我們直接convert to就好 convert成為 editor party 他會自動跳到這個modify這邊 那我講過齁 你要長出來這件事情 就說我要做成一個整體的東西 而不是用積木這樣子疊起來的東西 這件事情我們要增加 蛤 螢幕 怎麼了 好了 好 要增加線條嘛 增加線條有幾種方法 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齁 這邊老師再講一遍 記得增加線條很重要 第一種方法很簡單 就是用線條 選擇線條 那如果我要增加橫向的線 除了你在 轉換之前的基本幾何形可以增加之外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知道自己本來就要增加 那我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我在這邊就可以增加嘛 有沒有 我在這邊就可以增加嘛 我就可以增加囉 喔 聽得懂嗎 在做轉換之前 就可以增加 這樣就可以啦 那如果你錯過這個機會 那也沒關係啊 喔 我假設現在 要增加 那我選擇這個線條 選擇 直向的線 喔 就是這個直向的線條 然後選擇一個功能 叫Connection 我每次都覺得這個 喔 這邊有個Connect 有沒有 然後呢 就會增加一條線在中間 有沒有 然後你要再加第二條 再按一次就好 就兩條 然後這線條點兩下 可以移動嗎 假設我要上來一點 這也要上來一點 就這樣而已啊 然後選擇面 有吸收的同學都知道我下面要做什麼啦 對不對 用一觸也可以啊 我們如果不變大變小的話 對不對 這不是一體的嗎 好 那基本上如果你不做Smooth的話 假設 你沒有要做Smooth 假設我的棍子是圓的好了 我想要做Smooth 可以啊 我們就一樣增加 Messure Smooth 這裡增加 它會變成這樣子啊 大家會比較多是碰到這個問題啦 為什麼變成這樣 因為它會圓滑嗎 所以說 意思就是說 當你這地方 線條過少的時候 這個直角是出不來的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就要再增加線條 那怎麼增加呢 這邊教你另外一個辦法 挺好 幾種方法都可以啦 第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有線條 第一種方法最簡單 我回到Eaterpolly 喔 我一樣選擇線條 我把這個線條 按Ctrl鍵喔 然後複選起來 這樣子 喔 複選起來 啊有個功能叫Chemper 這都老師講過了 只是你有沒有想到 好不好 有沒有 他會增加 啊這時候會怎樣 有沒有 他會比較直角有沒有 有看到嗎 跟旁邊的比起來 我發現吧 有吧 喔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 比較快啦 這是有條件啊 這邊有個小三角形喔 這隱藏的很好 這裡有個小三角形 啊我們選擇 比如說 Eaterpolly的這個編輯說他會跑出來 這邊有個叫做Swift Loop 這裡看到沒有 我可以增加 近的 增加 這很快喔 點一下就好 喔 四邊都要增加 好 然後 我聽懂喔 我這示範給你看了再不會我也沒辦法好不好 好不好 因此呢 這個方法做法如果你會了 那衣服就 就很簡單啊 衣服有可能不會嗎 因為 這裡踩一踩就是衣服了 知道嗎 很簡單的事情啊 只是說 你要把它套在這個十字架上面 喔在做的時候啊 你要套在十字架上面 喔就不是容易 但是方法是一樣的啊 喔方法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特別 老師沒有特別做什麼特別的技巧沒有啊 好不好 所以這邊 就先跟大家講到這邊 大家的問題啦 就是這種 各位要盡量想辦法用這方法去變出你的形狀 然後 每一個面像這邊太過長了其實中間是需要線條的喔 喔如果照布線的原則來講 中間是需要線條 這裡中間 至少要兩個 也沒關係 喔 或三個也沒關係 喔 然後我們就可以 去編輯他嗎 編輯什麼 就是 我們這中間的東西我們可以讓他不要那麼 這麼直啊 我們就可以編輯一些 可能是木頭的形狀 可能沒有那麼垂直水平 所以形狀是根據線條而來的喔老師不斷在強調這個 可以吧喔這個地方 老師就先示範到這邊 喔可以試試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好那接下來假設我這根東西我老師講一下 材質的部分 材質的部分呢每一個物件我們現在是一個物件齁就不會是如果你組合起來的話這邊 有很多名字 就是很多物件 那上禮拜我們已經講過attach的問題了 你把attach起來之後變成同一個物件 那不管怎樣他一個物件就是一個名稱 那首先呢我們先要打開材質的視窗 那材質的視窗在哪裡呢請各位找一下 在這個 這個 這個叫materialedit 這個擦戶的 有個這個齒輪查物的旁邊 這裡按下去 喔會出現這個 那這個東西每一個人看到都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這個界面有兩種模式 這邊老師跟大家講一下 兩種模式意思說在這個mode下面有兩個模式 現在叫做compact 意思說比較精簡 喔 某種程度來講這是比較舊的界面 新的界面是這個 這個 啊各位新的界面看了就頭大了 好說什麼都文字對啊 那怎麼辦呢不怎麼辦 就是他就是這樣 那各位未來在後面的課程會學到更高級的時候都要用這個界面 那今天我們先不用 我們先用簡單的就好 就是舊的界面 啊各位看會看到上面有球體 這些球體我們稱為材質球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專用名詞 未來各位一定會碰到 然後呢點兩下會跑出一個視窗就表示這一格東西 裡面所顯示的東西是這個 啊上面現在有六顆材質球 啊這每顆材質球都不一樣 喔 什麼不一樣呢 第一個他的名稱不一樣現在都叫D4這是01啊這邊是02 03 喔 那這個材質球在3DMAS可以有多少 可以有 好像是900多個 我記得他有上限 喔 那當然我們不太可能用到那麼多啦 好 那怎麼用這個東西呢先跟大家說明 好 第一個是 我現在這個物件本身這邊有個顏色 我點下去都會換顏色 但是我跟各位講齁 在數位的環境裡面這個顏色就點這邊這個顏色 實際上他是透過 數值 就色光的數值來 讓你看得到這個顏色 喔 意思就是說 這個資料我們稱叫Vertex color 就是所謂的 我們在這邊 直接可以調整這個數值嘛 喔 這種是 數值化的一種 顏色方法 那意思就是說現在這個東西是沒有設定任何材質 所以我們直接可以在這邊改 喔 但是如果一旦有設定材質是不行的 那 怎麼設定材質呢很簡單 首先我們在設定他的時候 先丟一顆材質球 我們叫丟一顆的意思是說 我們用滑鼠的右鍵 呃左鍵呢 從這邊拖拉一顆球 到他身上 他會變灰色 為什麼 因為現在材質球是灰的 嘿 注意聽喔 所以原來這個綠色跑哪去了 就被蓋掉了 記得喔 所以不要 不要相信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只是讓你做辨識在建模的時候 實際上真正最後在遊戲也好動畫也要使用 要完全依照材質球的設定 請各位注意喔 所以說 當我丟給他之後 現在 這個材質 就附著在這個 指甲身上 那意思就是說 我接下來的所有設定 都跟著材質球 我要改變這些顏色的話 都跟著材質球設定有關係嗎 所以他就在下方這邊會有 視窗可以控制 那首先跟大家講一下顏色 顏色呢就在這個地方 叫diffuse 點下去 我這邊可以換顏色 可以看嗎 顏色就同步變化了 好不好 我發現吧 喔 按ok 那各位注意看一下喔 這地方 這個框框上面 有這個 三角形 四個邊有三角形 其他的沒有 這意思是什麼 這意思是說 現在這個材質球是有人用的 就這個這個十字架用的 那如果這十字架有被選取的時候 這地方是十星的 如果沒有被選取是空星的 喔 意思就是說如果是空星的表示 這東西就是被有人被人用的 這材質球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原因是因為假設 你有兩個以上的物件 呃 T part好了 假設有兩個以上的物件 那各位看一下喔 現在這個東西 他顏色是這個 我們 顏色我換個顏色比較清楚 好綠色的 他現在沒有材質球喔 喔 那假設我今天把這顆材質球也付給他 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 兩個物件都共用這個材質球 當我這個材質球設定改變的時候兩個都會變 有聽懂嗎 喔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們只不過判斷了就是說 我這個材質球點選之後 這旁邊如果是十星就表示這個材質球是受這個東西控制 喔他有assign給他 喔如果沒有就沒有 除非一直到你在丟第二顆材質球假設是空白的 沒有三角形的 就是空白我丟給他 那麼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這顆材質球 事實上 他的顏色 就是透過這個來 來做的 喔這樣就分成兩顆材質球 兩個物件 喔 這個是這個概念跟道理 喔這個東西很簡單就assign給他 那第2第2 接下來 沒色對 OK好 好那接下來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呢 基本的老師先介紹其他複雜先不講 我們看一下這個東西好了 他的材質設定是這樣 第1個基本的顏色在這邊 這有分diffuse跟ambient 這是專有名詞啊 這邊老師各位同學先不用搞懂他什麼意思 只要記得這兩個東西是同步的 這邊是可以同步的 那預設值也是同步的 喔你可以分開來 不過 一般來講在自然環境下他都是同步的 那下面有個叫specular specular是什麼呢 是下面這個叫specular highlight 的設定 那我現在設定值是0喔 怎麼知道 因為這邊有平躺的 沒有任何曲線 就表示他是0 那我把他打開來喔 直接拖拉打開來 可不可以看到 東西會發亮 這就叫highlight 大陸叫高光啊 喔 我們叫亮點嘛 反亮 反光點啊 那這邊有兩個數值控制有分上下 一個是他的高度就是他的亮度 是高低在算 第二個是他的亮度範圍 喔 那記得亮度範圍越小就像這樣尖尖的 一個白點表示 這個物件的表面越光滑 喔 越大的話 假如把它放大就表示他上面的 越粗糙 喔 那一般來講這兩個是相互 有關係的啦 越大的話呢 就這個越大他亮度會越低 越小他亮度會越高 喔透過這樣方式來控制 所以當控制完畢之後這些數值就會一樣反應到這個東西身上 喔 就是這樣而已 喔 所以各位同學等一下先設定這個材質上去看看 喔 然後讓他有一些 喔 不一樣的設定 的顏色也好高光也好 就是高光 喔讓他有一點 不一樣的顏色 喔先這樣子